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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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不過我的胃不是很舒服 你的胃不舒服 你大早就不要吃那麼多風率 這麼大的女兒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樣 提起那個進也該死 不要說你吃不下 我也不能吃 好, 倒杯茶出來 媽媽, 你知道俊盛有事嗎? 沒有 喝茶, 奶奶 喝茶, 大小姐 謝謝 我真的不知道她想怎麼樣 放下老婆在外家 自己出去吾三吾四 阿俊有吾三吾四嗎?你怎麼知道的? 師姊姊姊說的 她說阿俊有經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在外面搞搞震 阿靖又說遇到她 每天都不和女人 只要死性不改 師姊姊還說 阿靖, 叫我叫你 想清楚就早點和阿俊離婚了 做老母怎麼會叫女兒和女婿離婚這麼離譜 教人打兒子也不要教人婚妻了 我們都是舊頭腦, 舊家鋒 如果我有她這麼大膽 我就一早就不用受那種母女氣了 阿蓉的人真是樣樣都好 但思想真是太新潮了 現在又有新朋友了 師姊姊姊又有新朋友了嗎? 是呀, 你也記得了 那個Eddie不是死在她家裡嗎? 她不怕別人說的 我也不知道她怎麼想 媽, 你說我可不可以打電話 跟阿俊聊聊聊 那當然好 你們早就應該說得一清二楚 看看大家還有甚麼辦法可以補救 你以為離婚很好嗎?傻子 打吧 我想還是不要打了 為甚麼? 你放開現在是不是出去滾 你怎麼知道嗎? 今天晚上多打電話 睡覺舒舒服服的 你老婆呢? 現在不是說了那些素杏的事嗎? 不, 人家要先衝浪, 你也是 衝甚麼鬼, 明天早上我要上戰場 甚麼戰場 你不知道, 我們就像你們那麼舒服 你怎麼又吐大氣呢? 好, 別說這些素材 現在開始, 我盡量不想明天 一切都不想 好 別傻了 誰叫你整天拖著他 不拖怎麼行, 有時候有重要事 或者這個又是重要事呢? 三、二、六、五 駱小姐是嗎?麻煩 好, 早就把廢話打回去 幹甚麼?嚇死人了 我是不是叫你來這裡發脾氣的 Anna, 不是發你脾氣嘛 OK, 我只是打你的電話 今晚整晚不聽電話 關你甚麼事 叫小姐聽電話 甚麼事 你甚麼時候有空 我死都沒空了, 這幾天我都沒空了 明天我打電話給你 就這樣, 別打電話了 師父, 你想喝甚麼呢? 謝謝 大媽 讓我替你介紹 這位是我的客人, 洛林小姐 馬俊佑先生 我們早就認識了 好, 那你們認識就最好了 好, 我剛約了一個客人, 你們隨便聊一下 好 兩位想喝甚麼呢? 我要一杯水 啤酒 駱小姐, 這場環笑算是開到這裡為止 算是你放我一馬, 我正式認輸, OK? 馬先生, 我不過是一個初出馬路的生意人 每件事對我都這麼重要 我不是在玩遊戲 可能你誤會了 我知道, 你是很認真的 你用私人的名字買了那些發達股票 然後你準備用華輝的名字逼我交出來 你真棒 這是我的事 總之我現在有股票 如果你要股票就要出得起錢 早知道是你, 我根本不想來求你 隨便 不過我現在有一個消息要告訴你 我手上擁有最多發達的股票 我這裡提醒你 華輝公司的發達股票是洛輝先生名下的 不是歸你管的 不過洛輝先生已經簽了紙 贊成出養這些股權 過幾天我就會代表他來收一些股票 希望到時候你能夠照顧交出來 如果我交不出呢 我只好採取法律行動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應該有法律保障的 如果我交不出, 你真的告我 好 是, 告你 洛輪, 你有風不用洗盡你 好, 我想盡辦法買回你手上的發達股票 還給華輝吧 那這個生意我很樂意去做 好, 無謂再在口頭上爭勝苦 總之你要把發達的股票 希望你不要超過三天 再見, 馬先生 走 你說是不是走壞運呢, 你說 忽然間中途殺出那樣的壞蛋 根本她是整定的陷阱讓我踩下去的 我現在找人殺了她 我現在就信了 小聲一點, 你坐下好不好 你走來走去走得我頭都暈了 我們現在流連不利 你也是的, 怎麼這麼盡力呢 做我們這行, 誰不是賭的 她根本全心裝我彈工的 那你叫我怎麼防她呢 還有, 你知道這個臭女兒怎麼說嗎 她說如果我給不完那些錢 就馬上去告我 你說讀不讀嗎 好, 讓她明天撞板她就知道味道 她不怕你找人對付她 是有兩個散手的 不是沒那麼大膽的 她看準你有地位有名譽嘛 是, 她也看準我現在和諾家的關係搞窩了 你是她的女婿 可以找外父聊聊的 沒用的了, 現在是女強人世界 而且上次搞的那件事 我怎麼敢去見外父呢 我真的不明白 她說甚麼時候要弄你了 她想弄我都不止一天了 不止一天? 當然了, 我是那邊的人 那邊的人誰不想弄我呢 老實說, 駱林這種人 根本心理不太正常 完全跟他出身有關係 這就是下意識的報復心理 如果我肯低聲下去求他 滿足了他的心理 可能他會放我一馬 他就是想人家去求他 這種心理我很了解的 不妨嘗嘗嘗 真是滋魂, 現在搞得要求女人 男人大丈夫能鬱能身嘛 他就是死了 阿薇, 別跟我批, 我不想吃 不用這麼急, 吃完再去都不晚了 等待會兒看到那些人 甚麼胃口都沒有了 都不知道怎麼開口好 我覺得你真是多此一舉 那倒是, 又浪費錢又沒面子 等待會兒看到的證據還氣 那些私家偵探, 你不要亂 不過這個是白先生介紹的 白先生? 他是私伯母的新男朋友 私伯母說外面有女人 如果我找到證據, 我心會 如果是我, 我寧願看不見 要是是我自己沒用的 無論還有甚麼壞事 我也不覺得他很壞 這次婚一定要來 最怕離婚之後會後悔 如果有了證據之後 就算他不肯我也可以申請 真是怪 結婚的時候你情我緣 你說明天我跟黑輪會不會... 不會的, 美 你們夫婦一看下去就會好到底了 有得看的嗎 美, 不如快生孩子吧 那對你們的家會好一點的 對了, 你驗了沒有? 還沒有 我怕多一件事會影響我離婚 這件事不是比有沒有女人重要嗎 如果真的有了 你會不會考慮不離婚 我不知道 夠了, 不如我們去吧 現在還沒有消息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籌錢 不過這次如果我收不到錢 我一定要跟他打官司 他這種人不受客交訓也不行 這件事我覺得你做得太過分了 乾爹, 做生意如果不用計謀 怎麼可以賺到大錢 有問題你再打電話給我 我知道了, 我想過幾天就會有消息了 到時候我告訴你 請客人請客 這麼久 請客人等一會兒 請客人等一會兒 乾爹, 我今晚再跟你聯絡好嗎 好, 再見 請馬先生進來 請進來 駱小姐 馬先生 今天來到華輝 我還要走錯路 外面的職員 每個埋頭虎幹都在做事 跟醫院哭不吵不同了 請坐 好 不知道馬先生有甚麼貴幹呢 駱小姐, 我也不轉彎沒過 今天我專誠 就是想來跟你說和 希望你無謂再逼我 我知道以前有很多地方 我可能是做得對不起你 不過那些已經過去就算了 你也無謂記在心裡 其實最近我的報應已經夠多了 你當日同情一下我 馬先生, 你並沒有對我不住 你是對不起華輝和金碗樓 你想我怎麼同情你呢 最近我的確夠慘了 我第一個兒子還沒出生 已經死了 現在老婆離開了我 生意上是失敗 你知道我… 你想我怎麼幫你呢 當然我不能說要求你就這樣就算了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逼得我太過 太過? 那你又想怎麼樣呢 如果我照庭子掛牌的價錢 兩個二毫八倍給你 其實這樣我已經非常吃虧了 誰叫我自己做錯了 但是如果你肯答應我 我會很感激你 馬先生, 我還是那句話 你一定要照收購的價錢賠給我 少過仙也不行 你真的做得這麼做? 期限是一個星期 我會請何堅跟你聯絡 如果他找不到錢也不要緊 根本樓的股份 再加上他自己的股票公司 一樣可以兌現 你不是為了工地開工要錢嗎 根本樓的股權 和股票公司折多少錢 那就由他去獲錢 我要他一個仙也沒得值 原來你的目的 就是想打敗你一個人 你怎麼好像對我很不滿意 你別忘了, 你是我的律師 你是不是想辭職 齊爺, 阿堅幹甚麼呢 阿堅根本不是做生意的人 你也知道他的脾氣 我們阿敏就有福了 你別忘了 你要代表我和阿俊有接觸 可以拒絕 我太不適合做這件事了 考慮師爬一會兒 似乎沒有包他這件事 好嗎? 一個人失敗, 一定有他的原因 進游, 別說我罵你 你真是太過急功近你了 姑娘, 你看, 這件事是你一個人假成這樣 你真是不像我 坦白說, 你又不像我 你說完了沒有?我為甚麼要像你 別這樣, 越說越離譜 你不能說態度對我的 我現在甚麼態度 說一句話, 他心情不好 你看他最近做甚麼都不順利 你真是好心不得很暴力 進游, 你需要多少錢 讓我看看有沒有辦法 六百萬 這麼多錢?他也沒有這麼多錢 我現在不是問他拿錢 我跟他商量一下有甚麼辦法 對付那個臭女兒, 聽他這麼多耶穌 俊悠, 我可以怎麼幫你 現在幫你已經太晚了 那怎麼辦?我應該甚麼時候幫 你幫不了我 甚麼?六百萬? 這臭女兒算毒了 想不到我把他丟死在他手上 你怎麼做? 我現在找人殺了他 甚麼? 幹甚麼?回去房間睡吧 你們別再搞事了 放心吧, 我就說說 如果沒辦法, 回去房間睡吧 好 你怎麼做 Britannic 最想到... 其實這不可能 唯一的辦法是把錢只給錢 隨著人也沒辦法 人家最後一步我沒錢 這房子如果需要就押了它 不用了, 我算過了 我押了我自己的房子 來問根本留我的股份, 加上現金 算起來也… 最多是連股票行也不要, 要死嗎 不過這條氣不順 那我將來出來怎麼做呢 算了, 留得清身, 哪怕沒有柴燒 金爺,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氣 我這輩子就是最怕失敗的 始終有一天讓我回到身 你看我整不整鍋傑姐去享受 這個臭女兒, 我希望被車載死她 我走了 走吧, 那怎麼辦呢 明天再說 我還以為你想辦法, 坐多一會兒 我約了人 你臉色不太好, 早點回去休息吧 我知道 結果怎麼樣也好, 豐富我 加油 我來 tenía また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奶奶, 姑爺来了 小姐呢? 大小姐去了看医生 她甚麼事看医生 怕沒甚麼大礙吧? 不過我不清楚, 一會兒你問奶奶 媽媽睡了, 不要叫醒她 我自己坐在那兒等 是你嗎?我以為是黑輪天 媽媽, 我今天特地來探望你和阿楠 你有心 阿楠最近怎麼樣? 不錯, 沒甚麼怎麼樣 你還很想念她嗎? 媽媽, 其實這些是大家一時以氣用事的 你說我馬俊有在商場上是不擇手段 可是自問回家 我沒做過對不起老婆的事 我發誓也行 阿俊, 年輕人不要亂誓願 很多菩薩在上面的, 菩薩很漂亮 阿楠甚麼事看医生 胃不舒服 對了, 我現在問問你 究竟你們現在怎麼樣? 甚麼怎麼樣? 你真猛還是假猛? 媽媽, 現在是阿楠不肯理我 我今天特地想來問問她 畢竟我跟她的丈夫 不管我怎麼錯, 我們也夫妻一場 挨拾完就算了 誰說真的要弄得離婚 大妹不會說全無根據要跟你離婚的 我們是正式人家 你以為我會生不三不四的女兒出來嗎 是呀, 所以我每次說阿楠像你 我今天就是想找阿楠 不管我怎麼不對, 都當是原諒我 我... 阿俊, 你不用說下去了 你這個人是爭不上的 媽媽 你來做甚麼? 你來做甚麼? 我來做甚麼? 說得更是 翌日 停止 the 我.... 你來做甚麼? 那天我打電話給你那時候 火氣比較大 不過我真的遇到這些事很吸收 其實我們之間 有甚麼不可以商量呢 你想商量甚麼? 搬回去 就是為了這件事 我們現在大家都說夫妻關係 你不搬回去做甚麼?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搬回去 其實...其實你真的不了解我 楠, 現在我遇到一件 與性命有關的麻煩 你就當看在一場夫妻的份上 當作救救我吧 等這件事搞定之後 我們再重新開始 如果搞不定呢 我想過了, 我覺得你對我很重要 就算要我放棄一切 我也不想你離開我 如果這次我相信你 我想我這輩子後悔是真的 如果我們就離婚了 那就真是一生遺憾 我剛才說 我遇到一件性命有關的麻煩 你聽不聽 你不是說 諾能抓住我在股票市場的痛腳 現在要勒索我六百萬 真的嗎?她拿著你甚麼痛腳 現在唯一解決的辦法 你跟她說一下 你們那時候也很談得來的 你說我願意拿這二百萬出來 如果你還不到六百萬 那會怎麼樣 你怎麼樣? 如果高度上法庭 就算我宣佈破產也好 我還是要給這筆錢的 根本她是整個陷阱給我踩的 她全心整股我的 其實我們都是一家人而已 怎麼會弄成這樣? 她根本是公報私仇 我未必說服她的 你盡量吧, 我全都指望你了 好, 我想想 你先回去, 我想休息 我在這裡陪你 不用了 我們一起出去看一場戲 游一下車河, 散一下心 我剛剛看了醫生, 我想休息一下 醫生說你甚麼事? 沒甚麼事 你走吧 我今天給你電話, 我全都指望你了 好,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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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給你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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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阿俊真是離婚了 你說大不大吉利時 若果我早知道發了這種壞夢 我就不睡了 對了, 大祖跟你說甚麼 他又想利用我了 利用你 我都學聰明了 還不是一場夫妻 不然又互相利用 有時候忠無厭無事就下盈春 他嘴巴多滑滑 一定是他娶到你, 心在福中不知福 你真是苦命了, 結婚這麼久 沒人見你開心過 老是我的, 整天都苦瓜乾的 會不會又是他回頭 你找哪位 洛紅藍小姐在這裡嗎 我是 有信, 麻煩你收這套簽簽收 我交錢給你公司的 好, 謝謝 大妹, 怎麼知道你這麼神秘 是嗎 大祖是甚麼事 你看看 大吉利士, 大吉利士 看過都洗眼了, 骯髒了 你找私家偵探來嗎 現在怎麼辦 阿俊真是壞 看見真的要蓋他兩巴 阿俊真是壞 阿俊, 真是壞 你也要囉 說了 大妹不在, 你別找她了 她說不能幫你, 你死了一條心 阿堅, 這些證據可能會有用 好 不要看著 你的意思是以書面通知 請她來辦手續正式離婚 我沒想到自己會這麼勇敢 你還年輕, 早點解決也好 而且沒有弟弟, 無謂拖來帶帥 韓先生, 洛林小姐來了 請她進來 阿堅, 我走了, 麻煩你 不用客氣 請坐, Lisa 她沒甚麼事不拖 你有甚麼事找我 舊事重提, 你肯定幫我 義不容辭 那你正式以書面通知馬俊友 五天之後就是最後的期限 現金或金門流的股份 加上她的股票公司 否則我就告她行撇 怎麼樣, 你仍然覺得我做得不對 我是不理會人客是不對的 我只是問自己 願不願意接這件生意 那你怎麼又接呢 在商言商, 這個是現實問題 好, 那我先走了 希望你今天派人送到她手上 否則太晚了 好 謝謝 好 拜拜 請問馬先生他是不是在 甚麼事 我這兩封信是要給他簽收的 好, 再見 再見 馬先生 甚麼事 有兩封信是要你簽收的 馬先生, 如果沒甚麼事 我想先走了 好 再見 再見 謝謝 所以原來你真的做得這麼絕 好 故意不打電話來想試試自己的運氣 果然不錯 我這輪的運氣一直都很順利 我以為如果你不在家 我這包三文字就要拿回家吃了 怎麼樣, 尖先生 很久沒見, 挺好嗎 想錢還記得我 我打過很多次電話來的 一下子就沒人聽 一下子就有女孩子在場 我好會做的 當然是說答錯了 那說好了 那不開玩笑 說個好消息給你聽 甚麼事 如果一切都順利的話 再過一個星期或十天 御民工地就可以開工了 你知不知道我這輪忙甚麼 我也不相信自己有這種能力 馬俊友給我弄得很慘 如果他在五天之內籌不到六百萬 他就要跟我打官司 他在華輝和金母樓掛的錢 就要全部都交出來 我就希望他籌不到錢 他在金母樓的股份 和他自己的那間股票公司 就全部歸我所有 好了...別再說了 你以為你這樣做得很光榮嗎 我已經忍夠了 我今晚坦白地跟你說一聲 你, 如果你再不認識我兒子 你終於變成一個 以別人痛苦作為自己花狼的怪物 你一直在這裡利用我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我們每次都在一起 或者在蒜樓 到底你這次有甚麼無敵 老兄, 老兄 老實說 你剛才所說的話太可怕了 我現在不在公牧局了 我已經沒有利用我價值了 我們應該到此為止 不過我最後再奉勸你一句 老兄, 金錢, 地位, 名譽 這些東西通通都是家的 如果你再走火入魔 你總會失去人性 原來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會好好檢討一下 原來我在你眼裡 是一個這麼卑鄙的人 我今天才知道 你幫過我的我 我永遠都會記住 不過我死都不成英 我們自家純粹是利用 我願意 拜託你 我願意的 我願意謝謝你 我願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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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願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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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姓洛的, 你聽著 我不會答應跟你離婚的 別這麼疲倦的, 你盛世守三寡